F1巴塞隆纳季中测试第1,Wilers的喷创最快单圈,和内腾里程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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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在巴塞隆纳赛道举办的季中测试会与季前测试不同的是日期仅有5月15与16日两天,每日的测试时间同位上午9点至下午6点,台湾时间下午3点至隔日凌晨0点,共计9小时,中间一样含1小时的午休时间。 各队可以运用这8个小时对赛车进行各项动态测试与加装辅助仪器收集各项数据作为接下来的调整参考,像是Mercedes 车队就在这次的测试会中测试了加装与尾翼的雨夜战变使用了怼灯。 许多车队目前在F2参赛的培训车手代表Force India 车队支援被耐力的Mercedes 培训车手Gerge Russell Mye对预备车手,暂居及分榜榜首的英国小将Landon Morris Renault 车队培训车手。 Gi Kekken 以及去年曾在Sober 车队代搬出赛,目前兼任Fairway与Sober 两队预备车手的Antoni OGIO NIC 都出席了这次的测试会。 Gi Kekken 而Mercedes Fairway,Rebuo, Renault 与Haas 等队在第一天都是让参赛车手上场,其中Rebuo 车手Averstappen在第一天使用特软胎创下了1分17秒。 秒528的最快单圈,Renault 车手Kernersens 以34秒差距次,这次Renault 在测试会中应该有试验了与定于6月推出的动力单元升级套件。 在这天为Haas 车队上场的Romain Gloss 举恩在上午做出最快单圈,最终她的单圈是以第四名做收,129圈的累计历程也是中上,间接证明了Haas 车队目前在中有车队群的挣扎主要还是受到车手的影响。 陶如若搜航的车队则是遇到了麻烦,车架设定上的问题连带造成了他们必须花时间更换动力单元作为保险,难得上场的印尼测试车手CNGLU因此之做了最少的50圈。 另外这次的测试会中被耐力提供了两种轮胎,一种是正常规格轮胎,另一种是在西班牙举EP中使用的胎比较薄的轮胎。 之前曾有德国媒体在排位赛记者会中对Mercedes 车队提出是否因此的利的疑问,Fairly 车队主将Seabas Chaniato做出她的回答。 答案很简单,我认为被耐力在本周提供的试验版轮胎确实缓解了大家在测试会以及寄出抱怨的轮胎增温过快的问题,而我们无法在比赛中正常执行策略单纯只是自己的问题。